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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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足的歌曲 就跟立宗講的一模一樣 其實他是會唱 我是不太會唱 我很小就搬到都市 住了 只聽得懂 一些我們德國的民謠 一些鼓調 很少聽到 這算是你會要做的功課 因為其實 那麼近花蓮 很多人要追根救援 可能要跑很遠的地方花蓮靜 有空要多做一下功課 重點 你挑的這首歌 是經典歌曲 恐怕在表現方面 你之前有做過多少的研究 或是理解這首歌 會唱的人很多 是一直反覆在聽 當然對那個詞的意思 就是它 我自己有在看這個意思 它是蠻深的東西 然後因為不懂自己的族語 不是自己的族語 那蠻深的 然後我盡量去多聽他們各版本的 各版本的不一樣的 對 OK 這首歌很難唱 看似平音 很多的轉音在裡面 而且氣要非常主 才能摳到最後一個音節 馬上有請 柯老師 針對剛剛君彥的演唱 來做一些短評好不好 特別咬字方面 來 這個Durgu的帥哥 真的是唱 這首盧凱族的歌咬真的是 很不簡單 因為這首歌咬真的是 是個很哀怨的歌曲 所以他詮釋的真的是 真的也滿感動 很像我已經在那個喜笑鬼活 不過我是覺得很可惜的地方是 他只唱了那一部分 那個第一段 所以很可惜 不過真的他的咬字 我就覺得是滿佩服的 因為我們盧凱族的音節是 在十四組當中是最長的 音節最長 然後最難選 捲舌音也有最多 還有那個鼻音也最多 那真的是他那個捲舌音也捲得很清楚 那我也都聽得懂他在詮釋這首歌 那真的是這個是滿值得 鼓勵他也很佩服 真的是在捲舌音這個部分他也捲得很好 然後在那個鼻音的部分也有這個 也聽得很清楚 所以真的是也很不簡單 那我們接著馬上有請評審老師 對今天今天的影像 做個音樂性上面的獎品 來 李老師有請 你認為你有說服觀眾嗎 把這首歌 這個 我老實說我沒有被你說服 那 好像我更期待要進入更長 更進入狀況的時候 你好像就突然很草率的結束了 有什麼特別原因嗎 還是這就是你當時設計的架構 對 當時設計的架構 因為他第二段是 第二段是那個他族人他們很多 就是族人對 對那個八人公主 對那個部分 然後我想說 就是唱八人公主那個部分 對對對 兄弟必須要提醒你 一進歌的時候 這首歌其實是很棒很棒的歌詞 他說看見我的頭是 慢慢消失在湖底的漩渦裡 但是整個歌詞我都沒有被你說服到 那感覺沒有出來 那一開始你的那個 已經走掉了 飄掉了 OK 一開始A段的部分 開場你的音樂抓住 抓住 跟樂隊沒有鎖住 所以我必須說 這些部分還需要再多多努力 OK 然後 不能這麼草率 還是要繼續的把這個整個 這首歌稍微修飾的 跟整個架構 OK 再把它更豐富一點 陸凱族跟台灣族 他們的轉音是非常的 蜿蜒曲折 不像花蓮的山是 上去 就下來了 對 他們的小路很多 他們的轉音就是這樣子 所以 有一些神韻應該要去學習的 所以你可能沒有下大功夫去學 剛開始我們在討論說 這首歌到底適不適合男生來唱 對 然後後來我們才知道 這首歌是一首新的創作紀念 所以這故事留給待會兒 因為創作者就在旁邊 他會告訴大家 這首歌它不是鼓調 對,這不是鼓調 它只是說 我要鄭重的是 這個是在76年的時候 第一次唱出來 是帶一群老人到某一個地方去表演 然後這是用另外一種方法 就是把這個半真人半事實的一個 馬楞跟蛇結婚的這個故事 他們在最後那個階段 在道別的時候 這個都是用說的 然後我是想試著用那個 好茶春的一首鼓調 把它套進去 結果沒有成功 因為我並沒有把那個鼓調唱得會 因為那個時候77年 我還是不太老了 所以不太會唱這首歌 年輕人 我就試著用這個 把它套上去 套不成功 就變成今天的這首 他在唱的這個曲調 那個... 在編寫這個故事 這首歌的時候 第一段 是主人 正在勸這個馬楞 你真的是要離開嗎 你真的確定 你就要嫁給他嗎 因為馬楞看那個新郎啊 他是非常帥的人 但是主人看的時候 其實他就是一條蛇 所以馬楞回答 在回答的時候 就是很堅定 然後第三段的時候 也是馬楞在跟主人要求祝福 跟提醒他們 不要再送了 因為 我已經決定嫁到這個 那個也不叫鬼虎 那個叫Dalobarin 馬楞她也不是公主 馬楞只是一個女孩子 特別在這邊聲明 她不是公主 馬楞在盧凱族來講 這個名字是女孩子的名字 但是她不是第一屆的貴族 所以 不是真正的大貴族的女孩子 也不可能是公主 對 男孩子唱的話就是 我會感覺到 你是要出嫁嗎 所以他是入贅就對了 這個時代 這聽見